我都好久没碰到这东西打野了 一般这个版本会玩这个东西都是绝扑哥吧 查一下 哎呀进了 在急跑没闪现的 待会反到他就死 来个蓝弹 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了一颗学徒的心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哎看到了 我往中靠那直接进野区 他这种带急跑的反倒就死 你别送我 要毕了 他要毕的话我们就站上面 不然他有些人会往这个位置来会被他看到 站F6这边 全军出击 这人打格温很好打随便打 我还以为是最强大的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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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个怎么都不走的 站着帮打了吗 不要被骄傲 遮蔽了双眼 这么帮我是没想到的 不过抢了也行 他第一个也没刷到的话他很伤的 不能再等了 等一下他惩戒了很亏的 他除非会拉野 如果他不拉野一定要闪A的 因为有些人他会直接扯 直接扯你就尴尬了 但是我在打F6打F6打三篮然后去蓝 所以我们直接去蓝找他就行了 但是我F6应该也打完了 他应该去打三蓝了 然后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三蓝打完去打蓝 然后我们A个跳蓝 惩戒抢蓝再把他宰了写一波剧本 先别急他没那么快 打不念个金了 然后这边放个银 打血回马可以上 扫描 打过去 我们还没到人呢 等一下再念个金了 别别 不然他过来我们就尴尬了 人呢 没道理真没道理 野怪没动 怎么可能他知道我来了呢 不应该啊没演的呀 就我蓝了吧 哎呦没道理 哎呦没道理 给小龙拼一下 我一个伤狼看来知道就知道有没有 我伤狼也没打那必须我们蓝 哎他知道我来反他的 哎呦他直接没没来 伤狼他直接去我蓝了 他连伤狼都没打 我我都还没走到他蓝去了 他就已经知道我要来了 哎呦都能好好玩 别大喇叭呀 这么多人在看着你好好表现 不要激动 我们先拿下这吧 来 我今天 以前上了个光头在看看你的好好表现 打完这吧 打完这吧 你们给 小龙点凭一下 给他打个分 哪些 三郎在打哈马 回到现在就好了 先別給撐了 待會要打核線 裝路沒線權 下路也沒線權 我又不怕你 我哥們先過來了 交給你了哥們 他沒急跑了 AD不來嗎?AD不來 走吧 哎呀 水油就是好 我一般碰到吸油鬼都是地府靈的 自己人就會先來 滿滿的安全感 鼓勵一下 但是我肯定在聽的 你別說我在 他們待會兒爭奪 你別對我呀 你別大喇叭呀 你這樣子我就不跟你互動 不鼓勵你了 我meet out了 你別大喇叭 你待會兒一講他們就開始盯著我了 這劍上這英雄還是比較怕針對的 而且他們笑得這麼肥 我都懷疑我那波反應是不是被他暴露的 等下布隆升6了 打王哈馬我們升7 輔助也到6了 就抱一抱這盧仙的金幣了 抱金幣 先別急 等下樓打起來 我們別上 這盧仙很肥 等他勾 這時候可以上 這啥盧仙 就躲啊 欸 王王 幫我扛一下 Nice 起飛 可以 這波下的盧仙都射歪了 這麼大的優勢買個黑切嗎 太穩健了呀 難怪他會反向啊 他跟他二丟 丟反 他可能是至今一位 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算了 這把不做人了 直接噎噎血 我們開始吧 咳咳咳 想發力就好好操作 打字會影響實力的耶 想逃 減速了 王里羅娃娃還不辦競選手呢 你就沒了呀 他W加了雙個對我們沒用啊 我們Q還可以跟著走 我們E是增傷的 他就打起來了 我好忙 到時候都需要我 還敢勾 你是真的勇 一個兵 沒了沒了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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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霞 他有增傷在 沒事送他一個 玩這個劍上的話 不要拿太大優勢 不然你就爽不了 因為這個東西起來啊 他這個太 褪酷拉秀了 會讓對面絕望 他就直接點 他就不讓你爽 所以你想玩的爽的話 你也得讓對面爽一下 大家爽才是真的爽 適當的給對面來個一兩個 是沒問題的 在我內心延續 剛才在防禦塔裡面 他滿血我們那麼點血 殺肯定殺不了 在塔外的話就可以試一下 過來過來我救你 拉一下拉一下 拉一下拉一下 拉一下拉 拉 拉一下 怎麼不拉一下呢 我懂了 他在給我爛人頭 這水友 是不是 他故意勾引 因為他怕直接走了 對面就不追了 但是他回頭的話 對面是一定會追 在留住對面的同時 還把這兩個頭益到我嘴裡面來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不客氣了 自己人啊 我看出來了 這個 這水友想我C他 那我就不客氣了 這水友還這麼客氣 給我們發來 感謝的信號 不可能A過我的老弟 打龍嗎?你要去下嗎? 我的無極劍刀 加雙重打擊 一點辦法都沒有 直接B吧 不能要被他偷野 加個洋刀 三重打擊 刀刀增傷 刀刀切割 好 打完這個洪去 見分看一下 我感覺他在打 他說我就不知道幾個人 讓我看看 沒打了嗎 能呢? 能呢? 不對吧 不應該呀,該來了呀 去哪 好像有了A的一個視野 要來了 念個經驗一下 冥想一下 有意識啊 他預判了我的預判 他知道我要來 他直接去下了 這集的集 你要調皮嗎? 你要調皮嗎 來個爆分大件 抓不下了 嗯? 這盧仙這打法不是神話版本的打法嗎? 他這個打法有點 他的打法是一兩年前的了呀 他幹嘛去了這個呢 這打法有點落後了 你看到我 看到我了 出错装不是录 怎么感觉我在聊天室啊 对面出装你都知道 你跟他是一起的是吧 不要被骄傲 遮蔽了双眼 他还能知道对面出错装了 插点钱 把他借弓再买一下 借弓出了直接无敌了 好了我回家借弓出来团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 可以 这把还是一个分龙魂很适合剑圣 我待会开个R直接迁速 直接开个R对面跑都跑不了 先磨一下刀了 先杀人吧 我都没成 刀磨好了可以上 刀磨好杀谁感觉都一样没区别 王剑圣一定要先磨刀啊 磨好刀砍了才快 先把这个扬刀跟双刀叠起来 有一个勇 应该来得及再磨个刀 哎呀动不了啊 让我再Q出来感觉全杀了 直接被控到死了 这 剑圣还是怕这种应付的点点控的 这太敢来个AQ直接就G了 来个15吧 总感觉好像少出了一个装备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 打这个娃娃的话 我们这个借弓加的双抗就够用了 这把不用聪明刀 借弓不如亵渎 那我只能说你的段位太低了 剑圣现在的AD加成 包括暴击都比较低 还是走特效比较稳 很多人还不知道借弓的改动啊 这波先杀了 来来来 开刷 改了也有两个版本 我知道你们不玩游戏 但是 这已经两个版本了 你们不玩游戏 相信主播的就完了知道吗 主播是天天在玩的 这借弓的话 只要六层 加双抗 加双窗 很好用的 以前他要疊个十层 所以就懒得买 现在六层就可以 疊的还是比较快的 跟那个致命节奏是一样的 致命节奏疊好 他也疊好了 优势的话借弓是可以买的 军事的话就看情况 扬刀肯定是要的 破败也是要的 扬刀其实都可以看情况 严格来讲 这上的核心装备 只有一个 破败 其他都是可以看情况的 先减伤 哎呦 依旧是太长 W开不出来啊 所以这种时候 需要15拖一下 15让我死的慢一点 然后我就可以把技能打开给他宰 那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呢 想一下最后一件来个什么呢 我个海妖 我现在是活不下来 还是得出一些加坦度的装备啊 我其实有点不是很想买聪明刀 就他一个AP的 但是泰坦控住我的话 他就可以打我了 最关键是这个泰坦 这泰坦的作用太大了 没着泰坦我随便杀的 先买个睁眼看一下 没着泰坦他们四个我都可以杀的 这永恩的奥我们是可以躲他Q啊 但是泰坦点控就躲不了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先给泰坦秒 不然我技能杀别的人他控我 然后我就被剩下人杀了 我觉得这可以有 先把他收了没人控我 我就可以打伤害刷技能 这源头的根本上还是在泰坦是吧 等一下龙啊 等龙吧 等龙吧 三龙了 这我就没看到了 我觉得可以先给他做了 来 别动 看了没 这一个音符才是全场最大作用的 这瞬间效果立竿见影 哎 瞬间不会死了 所以一定要 懂得变通啊 知道谁对你的威胁最大的 其他人没有空在 但是能杀我们的就是有空的 所以这有空的才是最厉害的 不要看他只是个应符 但是他是对对面作用最大的这把 那我杀前排快点 再来个海妖呗 我只要把他先做了就可以了 不容给他挂个被动 让他开不出技能 太坦意思没人管得了我 鸡飞现在解不了 改了很多年了 不要损赢了 鸡飞能解的话是什么时候 S7左右的时候了 改了非常久 就捡赢了 小刀 我把他先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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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啊我 三四杀吗 哦五杀 来了来了 五杀有了 王冠在不在王冠 对面点了 王冠来一下 五杀了啊 还是一抗五的那种 王冠在不在 瞬间变通啊 杀了泰坦之后效果 没死过 立竿见影 这就是主播的思路 主播的游戏理解 你们还想着什么 出一堆防装 什么之类的 没有用呢 你被控住 你就被秒了 有人怎么死的 我看一下 飞尸了吧 回放一下嘛 那回放一下吧 那看他怎么死 顺便看一波五杀 欣赏一下来 其实每天都有点个关注 来看 来明天看 一样有的 这波先Q杰跟过去了 然后开大刀 减杀给他A死 再Q他 给他秒 因为空不了我 飞尸了 五杀跳的比较慢 葬着点 悬赏即将启用 卡了一下 舒服的一 他是飞尸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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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